賴蕭沛正式成軍了 還搞不清楚他們的對手是哪些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蕭美琴到底有沒有 擴張性加分的能量 當然有啊 我覺得賴蕭沛其實有幾個 蠻重要的互補特質 因為我一般來說 我們看選副手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說 不要扣分就好 坦白講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我不點名 點名感覺難過 大部分都是不要扣分 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 2015年的時候 朱立委員在選舉選王盧璇 就弄個超大的康 就是軍宅 軍宅我也必須要幫王盧璇說 後來說案件軍宅 他的買賣都是合法的 可是觀感就很差 所以那時候我每天 都被訂了滿頭包 我那時候發言人 所以很多人說 不要扣分就好 可是這些賴消費 我直接這樣講 不只不扣分 而且是大家分 有好幾個特質的互補 第一個是男性女性議題的互補 我坦白講 我有時候去看賴清德主席 出席什麼女力的活動 穿粉紅色的衣服 綁這個粉紅色的領巾 我覺得很可愛 還是怪怪的 他綁一個粉紅小領巾 我覺得很可愛 但是怪怪 因為我也可以理解 障礙女性的立場 也會希望說我們的領導人 不管是政府其中之一 也會是女性 正在從女生的角度來去出發 這第一件事 另外就是專業上的互補 其實從賴清德跟蕭美琴 兩個人過去的從政軌跡 就可以看到 賴清德當過行政院院長 蕭美琴當過駐美大使 一個人現在的專業能力 會跟過去的所有軌跡 來累積而成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總統 內政跟外交 對一個國家來說 是一樣重要 那蕭美琴跟賴清德 很明顯未來就會有 雙軌跡的味道 就算兩岸國防 外交是總統的職權 可以由蕭美琴來作證的話 其實對於賴清德來說 他的建議一定是很精準的 所以這個東西對於很多人 尤其是國民黨 喜歡見鋒插聲說 哎呀賴清德美國不信任 賴清德就是不懂外交 不好意思 選舉是選組合的 選票那一格不是只有賴清德 你要講賴消美國不信任嗎 那請問美國信任侯友宜嗎 還信任柯文哲 還信任徐春英 對不對 這沒什麼好講的 在專業上也是一個互補 對不對 還有在政黨選票上 我坦白講 民進黨有很多不會有賴粉 有鷹粉等等的 對不對 對於民進黨來說 最大的所有的選票 極大化就是 賴粉 鷹粉 民進黨粉 全部都摳在一起 沒錯 那蕭美琴在整個人格特質上 她的粉絲跟英粉絲高度重疊的 她如果跟賴清德來去互動的話 當然在選票上也有極大化狀況 還有一個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 小美琴不是選舉素人 對 這件事其實對我來說 反而是我才看這個局勢最重要 其實坦白講 大家都當過選舉素人 選舉素人去選舉的時候 因為我講去南地人 你去市場手都握不出來 你都會害羞 你上了台講話都懦懦 就是你平常可能很會講 可是你平常很會講 跟在一萬人 兩萬人 三萬人講 那是完全不同概念的 可是蕭美琴是生根花臉 2016年是一對一選舉 尻掉王廷生的 對不對 他是真的選舉 在兼混選區打過仗 而且打贏過仗的人 所以他是可以去打仗的人 所以他因為蕭美琴 不只懂外交 他還懂選舉 所以在整個選舉的團隊中 他的定位 會有更多attack的部分 對不對 就進攻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對於很多候選人來說 我都常常建議 就是說 這個時候你去搶賴清德行程 不如搶蕭美琴行程 對不對 搶蕭美琴的行程 有很多上述我講這種互補 都可能會很OK 對不對 尤其是我公開見 有些藍大於綠的選區 我認為蕭美琴的站台效果 會不錯 他的效果會更好 對不對 因為他是可以穿透到中間選民的 沒錯 所以說其實這個組合 當然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組合 對 那我要特別promote一下 昨天蕭美琴 明天蕭美琴跟賴清德 要去登記了 對不對 現場主持人是佐冠婷 有 他剛剛已經偷置入了 已經偷置入了 那佐冠婷 剛剛很緊張 很緊張 怕搞砸 最少有跟林楚瑜一起了 對 有林楚瑜對不對 也是最佳陣容 沒有錯 對 也是民進黨最佳陣容 雙發炎人 所以我覺得敬請期待 那慘的是藍白嘛 對不對 對 藍白現在不要說副手是誰 連賭盤都開不出來 剩五十幾天賭盤 不知道怎麼開 賭盤到底有沒有開藍白盒 不是 他可以開藍白盒 可是總統盤開不出來 你根本不知道 柯文哲最後跟郭台銘 還是郭台銘退選 是三組還是四組 對 到底三組還是四組 這是很荒唐的 沒錯 從來沒有一個選舉搞一些賭盤開不出來 我覺得各組頭應該也是 天啊 快點快點 但我坦白講 站在維護社會治安的角度 我覺得開不出來盤是好事 超你啊 不要搞得請家蕩產 好不好 沒有錯啦 賭模不好 我只是說這很荒唐嘛 相對於非綠的一片混亂 坦白講我覺得民進黨是在整隊當中 好 沒錯 就是說蕭美琴 他其實對於中間的那個擴張性 稀票能力其實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真的有碰到那種年輕 大概30歲左右的 對政治其實從來沒有在關心 然後可是他聽到說 喔 這次有蕭美琴喔 喔 那我要去投蕭美琴 也就是說 不管是賴清德啦 柯文哲啦 郭台銘啦 侯友宜啦 他都沒有興趣 他唯一有興趣的 好多好笑美琴